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三星电子和台湾台积电,这两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之间的市值差距,在过去一年中不断扩大。 近日,韩媒报道称,尽管台积电受益于人工智慧不断上升的期望,但三星电子仍被认为有所低估。 全球市值追踪网站Company's Market Cap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底,台积电市值为6081.5亿美元,大幅领先三星电子的3644.3亿美元。 2022年底,台积电市值为3863亿美元,三星电子与其差距仅为933亿美元,一年左右的时间差距扩大了2.5倍。 从年中市值差距来看,台积电每年都保持领先,2021年为1338亿美元,2022年为933亿美元,2023年为1378亿美元。 截至2020年底,三星电子市值为508亿美元,比台积电的4881亿美元多出127亿美元。 然而,自2020年被台积电超越以来,这家台湾公司巩固了领先地位。 而且,台积电还持续鼓励员工,其董事会日前核准2023年员工业绩奖金与酬劳分红总计约1001.81亿元新台币。 其中,员工业绩奖金约500.9亿元新台币已于每季季后发放,酬劳分红约500.9亿元新台币将于今年7月发放。 韩媒表示,韩国和台湾股市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 今年以来,三星电子市值和COSP指数分别下跌9.24%和6.66%, 而台积电市值和台湾股市则上涨12.75%和0.36%。 分析师将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归因于对人工智慧收益的不同预期。 元大证券研究员江大西解释称,去年台湾股市整体低迷,没有充分参与人工智慧的涨势。 然而,尽管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去年11月开始出现的净买入大幅涌入,重振了台积电的投资热情。 另一方面,韩国的市值紧随引领人工智慧的挥达之后,尚未看到显著的涓低效应。 韩国ET News在2月中旬引述韩国产业人士报道, 经证实,高通已尾由三星电子以2奈米制程开发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AP原型晶片, 并已要求台积电生产2奈米原型晶片。 预计高通将根据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的测试结果, 选择一家公司进行批量生产,原型开发通常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 高通的2奈米AP订单,也就是量产公司的最终选择,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 如果三星制造的原型晶片达到该公司要求的效能和良率目标,可能会达成最终订单。 三星电子主管表示,无法证实与客户相关的事物。 根据外媒报道,由于原型晶片组开发需要6到12个月, 加上高通希望获得三星台积电的订单, 因此已要求这俩半导体代工厂提供2奈米的样品。 报道指出,这将高通首次尝试2奈米制程。 高通从2022年到最近都以4奈米制程制造AP晶片。 由于2奈米制程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尚属首次开发, 因此效能和良率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据了解,效能和提高良率是高通的首要任务, 晶片组原型开发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 因此,原型开发是了解半导体效能和良率的过程。 在半导体行业,这一阶段帮助公司确定 哪些技术可以用于大规模生产, 通常被称为多项目晶圆MPW, 即在单个晶圆上创建多个圆形。 且将多个使用相同工艺的机体电路设计 放在同一晶圆片上流片, 制造完成后,每个设计可以得到数十片晶片样品。 在此基础上,半导体设计公司对是否量产, 制造商和数量做出最终决定。 虽然只是样品生产的一种, 但它是半导体大规模生产的第一步, 也是大规模生产的关键程序。 三星电子在近日的2023年四季度业绩公告中表示, 其方坠晶圆代工部门已收获一份2奈米AI加速器订单, 该订单还包括配套的HBM记忆体和高级封装服务。 据悉,三星的方案是2奈米SF2工艺, 根据线路图指出, 该工艺使用的是GAA MBC FIT全环绕多桥通道场效应电晶体技术, 并将于2025年投入大规模生产, 未来的三星自家Exynos 2600晶片也会使用该方案。 SF2角,SF3级三星第二代三奈米, 工艺3GAP工艺, 可在相同的频率和复杂度下提高25%的功耗效率, 在相同的功耗和复杂度下提高12%的效能, 在相同的效能和复杂度下减少5%的面积。 而高通在台积电用于生产2奈米的N2工艺, 则在2025年准备就绪, 但考虑到苹果独占这个因素, 会迫使高通考虑像N4P这样的旧制成工艺, 则会推迟到2026年。 与此同时, 高通公司在2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苹果已将与高通的数据基晶片专利许可协议延长至2027年3月, 也就是延长两年。 这意味着苹果自研数据基晶片进展不顺, 预计接下来几代iPhone手机中将继续采用高通数据基晶片。 此前有消息称, 苹果公司已签订截至2026年的高通5G数据基设频系统合同, 最新协议将这一合同再次延长。 据悉, 苹果于2019年赤资10亿美元购买了英特尔的通用, 通讯数据基晶片专利, 试图自研智慧型手机数据基晶片晶片。 但随后, iPhone搭载这一晶片后, 续耗能力频频受到诟病。 有消息称, 苹果至少落后高通三年。 目前最新的iPhone15系列手机, 均搭载高通5G数据基晶片, 预计苹果直至iPhone19系列, 才有望搭载自研数据基晶片。 因此, 高通自然会趁着这大好机会快速买进。 爆料大神TechRevy还认为, 高通的2nm晶片很可能是骁龙8Gen5, 并且会有两个版本, 带Galaxy型号的骁龙8Gen5将由三星代工厂制造, 普通版本将在台积电的N3P节点上制造。 前几年, 高通委托三星电子生产第一代骁龙8Gen1晶片, 直到2022年上半年, 之后把效能更强的骁龙8PlusGen1订单转给台积电, 因为当时三星电子4nm制程量率不稳定, 随后台积电也拿下第二代和第三代骁龙8晶片订单。 由于高通仍维持多重供应来源的策略, 给了三星电子扳回一城的机会。 总体来看, 高通已委托三星电子开发2nm行动应用处理器AP的原型晶片。 尽管三星电子的2nm制程距离量产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若效能和良率或认可就能获得最终订单, 象征三星电子在2nm制程代工业务跨出重要一步。 当然,台积电如果能分给一些订单给高通, 骁龙8真5肯定做梦都会笑醒。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